酷熱天氣持續大半個月 居住環境差的基層就更加難捱 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在商臺節目說 天台屋和龍屋等室內氣溫比室外高 但基層擔心電費貴 不會經常開冷氣等降溫設備 他說租務管制條例雖然已經生效 列明不可濫收水電費 但不少業主仍向基層住戶收取給電力公司 或水務處定價更貴的費用 有基層擔心應付不了 為了降溫寧願睡公園 去到半夜涼一點才回家 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認為 租務管制條例執行上有漏洞 建議當局收緊條例 他說本港天氣越來越熱 市民要習慣 而基層生活困難 呼籲中產階級的小資分子 不要那麼浪費 買少些東西 因為生產過程時會釋出二氧化碳 又說太多物品就會製造垃圾 他又提議其他市民 應該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為一個月幾千元電費 代表製造了很多二氧化碳 希望香港人可以合力減少排放 為地球盡一分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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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